2017年的我们说在西方世界 我们让西方知道黑暗即将到来 那么黑暗到来的方式是什么 不是沙尘 也不是金砖 更不是转的这个钻石来的 首先一定让你被控制的媒体 让你不知道真相 不知道他们过去干了什么 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 更不会让你知道未来的想干什么 第二要抢走你的钱 你富裕了他们就不安全了 抢你钱那要满山过海 怎么抢你钱 依法抢你的钱 就在刚刚在达沃斯举行的 这个达沃斯所谓的论坛上 在场的人的财富 占了人类还不到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都不到 他控制了人类百分之九十的财富 而每次做商品大佬 就是中国共产党 系紧平 系太阳 那么第三个 共产党要想拿走你的钱 又不让你知道现在干什么 过去干了什么 未来干什么 西方世界正在和他们一起勾结 那就是要什么 控制法律 控制法律的方式 那是多方面的 除了蓝金黄威胁收买情报之外 这是一个共产党长期的 抛钱账的一个重要方式 当任何国家的金钱 也就是他的金融机构 和他的媒体 和他的法律部门 一旦和邪恶合作的时候 任何国家的人民 都不会再有安全 你的财富随时都会失去 甚至因为你拥有了财富 会失去生命 这就是我们从第一天到今天说的 依法灭公 让中国人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 法律是一个人类 安全 公平 有尊严 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基石 它就像道德一样 是人和畜生 分开的一个基本的基础 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 一旦失去做人的道德 你就跟畜生没有任何两样 到任何一个社会 到没有法律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下一个被害者 一定是如此 我们来自于中共国 深深的感受到 被中共无法无天的 一党专政的毒害 我们时刻的看出伊朗 和过去的苏哈托 希特勒 看到所有过去的苏联 和今天的北朝鲜 发生的事实 以及在新疆的大屠杀 那么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远远的超过 大家所想象的 你们在屏幕前 和我一起参加爆料革命 这么多年 但你们没有闻到过真正的血味 你们没有感受到那种巨大的压力 你们没有感受到 共产党是如何的恐惧七哥 和爆料革命 每时每刻 我们的战斗就 我们不访INT 我听说